及时新闻综合报道,前总统马英九因三中案遭被简易证券交易法非常规交易,特别背信、刑法背信等罪起诉,并要求法院处以重刑。 对此,律师皇帝应言判,马英九可能会运用司法拖延战术来准备参选2020年总统选战,若选上还能取得总统刑事或免权,即此逃过牢狱之灾。 最高检查署特征组过去虽把三中案给签结,但台北地检署侦办后让此案起死回声,一口气贞结起诉三中案,就国民党部大楼交易案,并依证券交易法特别背信等罪嫌起诉马英九等六人。 据放言报道,不少法界人士看完被检起诉书后,多认为马英九有非常高的可能性被定罪,空逃不过牢狱之灾。 对此,皇帝应指出,马英九可能会运用司法拖延战术,即此准备参选下一届总统,而且若真的选上,他还能享有总统刑事或免权待遇,用此权利来免于牢狱之灾。 对此,绿伟林俊献则看衰,只除马英九为自救就算打出参选总统派也无效,酸他人气与稀票能力大不如前,与2008年时期根本天差地远,不可能如愿当选的。